第五百一十六集 照理说是这样 清晰道 据我所知 玄清门秘密库房的位置 也有地图备份 分别掌握在几个人手中 其中就有我们的师尊 假如这样道君意外陨落 那么靖和道君 就是玄清门修为最高的人 尤其掌握地图之一嘛 十分合理 所以 这乌晶片应该也是如此 分成树份 分别掌握在几个人的手中 若是掌权人有意外 那就合而为一 去寻找库房确切的位置 再将之缠下去 所以呢 这样说很合理 但对他们目前的处境 有什么帮助吗 清晰继续道 所以 只要达到地图所标记的库房 按地图走 就会很安全 但是 为预防东西落到别人手里 外面这条路 必然十分困难 甚至能布下 必死之局 而将破解之法 早早告知晚辈 这样一来 秘密库房就有了好几床的保护 地图分成了好几份 是其一 若是门派传承出现了问题 地图无法合一 破解之法 另外传下 则防止外人得到地图 驱走库房之物 至于 屋镜片内封印的是个完整的禁止 可能是以防万一 如果门派发生了重大危机 地图又没能全部的传下 可借此物来取保 不过 到那时候 没有完整的地图 就要摸索着来寻保 究竟能不能寻到 也要赌一把 如此 只是真权 那些大门派的修饰 没必要花这么大的代价 来寻找 私密库房 如果门派发生了危机 这就是宗门最后的希望 对他们来说 寻到了这里 已经省去了费时费力的一步 要克服的 就是这路上的危险 这样的话 就存在了一个问题 师兄 墨田哥想了想说的 假如这个门派实力很强 掌权人 修为非常高 甚至 面临飞升 那这段路 岂非根本不是我们的力量 能破解的 秦夕却笑了 你忘了 这里根本没有灵脉 他们不晓得禁止正法 很可能已经失效了 墨田哥觉得 可如果 他们擅长的是机关术 怎么办 就算是机关 也不可能 威力始终不变吧 墨田哥一想 机关确实可以保存很久 归虚海密地中的机关 就是明正 不过 随着时间流逝 机关很有可能松动 虽然还能起到作用 威力却会变小 而且 机关这东西 依赖的是材料 能保存如此之久的机关 需要的材料 珍贵一场 不可能 无限制的制作 如此一想 他对此行 信心大增 而且 他想到了 另一个方面 此为散人 会机关术 想来那位 萧子兰前辈 也会机关术 假如 他真来过这里 前辈的机关术 比萧子兰强多了 哪怕是玄机门 流产下来的机关术 也是皮毛 他得到 归虚海密地的传承 才是真正的 上古的机关术 事情 正如两人所料 一路走来 有惊无险 其中的正法禁止 有许多 已经失效了 就算没失效的 也没有多大的威力 至于机关术 有是有 不过 大部分 都已被破坏了 如此一来 两人更加肯定 此处 必定有人来过 很有可能 是萧子兰一行 待日后 两人走过了 最外围的 岩石通道 眼前 豁然开朗 墨田哥 抬头四望 眼前所在 更像是一个洞府 宽大的石道 只够石人变形 地面上 青灰色的石板 整整齐齐 周围的石壁 嵌有许多 色彩贵丽的宝石 用以照明 这些发光的宝石 并不像月光石一样 只有照明的功能 他们同时 还是珍贵的材料 虽不至于 让原因修饰 大大出手 但若全部收集起来 就是一笔 惊人的财富 若是普通的碳宝者 行至此处 驱走宝石 已经算是不虚此行 但是他们二人的目的 并不在此 看着整整一条石道的宝石 墨田哥 与秦夕眼中 只有惊叹 没有胎语 惊叹的是 这些宝石 虽然并非天地其真 但要收集这么多 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看来这秘密库房 所属的门派 颇有实力 没有贪欲 则是因为 他们建多了宝物 这些材料 对原因修饰来说 并不是那么珍贵 要小心了 秦夕说 墨田哥 轻轻点头 仍是让玉古人偶 走在前面 就在石道的前端 留有镶嵌宝石的痕迹 却没有宝石 想必已经被人拿走 这些挖取的痕迹 只维持了三五米 就嘎然而止 甚至留有半颗宝石 没有挖取 很可能挖到此处 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这段路 可能有危险 跟在人偶后 两人踏上石板 慢慢地往前走 走了三五米 人偶踏上了一块石板 呼得轻微地震动了一下 脚下的石板 往下一翻 两人都很谨慎 立刻往后退 同时墨田哥操纵着 玉古人偶悬空飞起 等到两人站定 石道两侧的石板 全部消失了 而中间相隔一块的石板 也消失了 墨田哥低头一看 顿时头皮发麻 这石道下面 燃烧着地火 地火间 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火椅 这种火椅 以火焰为石 天生灵气 一只并不厉害 便是炼气去修饰 也可以灭杀 但若成千上万 就连原因修饰 都未必对付得了 两人灵气护体 手握法宝 准备战斗 无数的火椅 仿佛潮水一般涌上来 带着一股炙热的火灵气 此处的地火 并不是最高品阶的 制氧真火 但也不算太差 墨天更暗想 这分沙城地面上 没有丝毫的灵气 想不到地底深处有灵活 想来此处 有条灵脉 只是占地不广 又深入地底 所以地面上 没有丝毫的灵气 耳边想起一阵温鸣 晴晰的三阳真火剑 化为无数柄小剑 香火也轰去 剑光到处 火已纷纷退彼 墨天哥一掐指绝 周身雷光闪烁 一向前袭去 各系法术中 火系是破坏力最强的 雷系则是威力最大的 他们二人一火一雷 火已很快被清了大半 二人踏着中间的石板 慢慢地向前走去 一边杀一边走 一个时辰后 两人过了这条石道 到了一处石室 两人一踏上石室 就听喷喷这声 不绝鱼耳 翻下去的石板 全树翻了上来 火已已消失不见 见到此景 墨天哥感叹 发动之后 还能复原 这机关 这机关 真是奇妙 秦夕没眼神 眼睛盯着石道 半天没动 墨天哥见着 拉来拉他的衣袖 师兄 秦夕回过神道 你发现没有 这里机关一开启 就有灵气泄露出来 嗯 此处有灵火 自然有灵脉 既然有灵脉 那这里的禁止 很可能还完好 之前墨天哥就想到了这点 不过他并不担心 没关系 贵徐海的灵山 灵气那般充盈 静止仍然减弱了 这里只是一条小灵脉 就算静止人层 应该也很好破解 秦夕想了想 点头赞同 嗯 俩人休息了一小话 刚要重新启程 呼听后面 传来喷喷之声 斩头一看 石板再度翻开了 墨天哥惊讶 怎么回事 他们已经过了这条石道 怎么机关又发动了 有人来了 秦夕的神识 已经发觉了别人的气息 都是原因出奇 难道那两个魔修 这么快就来了 不对 一道一魔 不是那两个人 两人对视一眼 均露出了困惑的神情 道修 只有他们两个 和霍子柒两人 霍子柒和宗四 已经生死 怎么还有道修 难道 风沙尘又有人来了 一道一魔 墨天哥不解 难道 那个男修 带了别人进来 那两个魔修 明显实力不及他们 说不定 那男修 又寻了什么帮手 集园之地 如此遥远 这么快 就有了帮手 难道他们的同伙 就在后面 没事 看到墨天哥 询问的目光 秦熙轻轻摇头 只有是原因初期 料想 不是我的对手 有了朱雀之功 他如今与后期修士 也可以拼 任凭初期修士再强 也不可能达到 后期修士的程度 比如锦行指 他是剑修 修炼的又是上古秘法 可说是初期修士中 顶尖的存在 但也只是比普通的 中期修士强些 远远不是后期修士的对手 见他如此自信 墨天哥也就不说什么了 想了想他到 这两人不但杀了 霍子齐二人 而且还寻到这里来了 莫非他们的目的 也是这秘密库房 很有可能 一个封杀尘 有一个秘密库房 已经够了 不可能有太多的秘密 顿了下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说道 如果他们真是冲着秘密库房来的 恐怕手中也有地图 听出了他的话中之意 墨天哥道 我们在这里等着 抢了他们的 秘密还笑 这样 神是多了 墨天哥一想 也笑了 好 之前 他们先动手的 也怪不得我们 秘密 扫着一圈 没发现有什么危险 便寻了个角落 膝地坐了下来 我们先恢复灵气 到时 先发指令 墨天哥也看了看周围 选了个位置 让人偶 拿着扶身剑 埋伏在侧 而后 布置下一个逆临阵 便也坐了下来 这条石道很长 初期修饰的神石 不足以铺展至此 那样人 应该还没发现他们 两个时辰过去 施展法术的身影 游远即近 墨天哥睁开眼 却见秦夕 已停止了条夕 正聚精会神地听着 见他睁眼 伸出食指 示意他近身 未免打草惊蛇 他们没有用神石监视 此时 只听到施展法术的声音 越来越近 中间 参合着 清前的脚步声 这两人 实力不凡 秦夕 以神石传音 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到这里了 那些火矣 虽然不强 却能飞能爬 灭之不尽 麻烦得很 他们俩人 走了一个多时辰 这俩人 只是比他们 略长一些 墨天哥听了一会儿 似乎有见修 见起之声 最是精锐 他应该不会听错 嗯 秦夕眉头未皱 多加小心 这般说罢 那俩人 已经到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一些难求 五百一十六集 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集